天尊 北冥 天尊 北冥天尊 你就睁眼看看奴家嘛 奴家不信你 两眼空空 国草 沈北冥 你看你 修行都五千载了 如今只差一步 便能渡截成仙 这时候 你要放弃 小离 尽管我知道你是我的心魔所化 但 我已经五千年没好好看过你了 是我对不起你们 哥 你 神人都道经丹大道好 却不知我北冥天尊 苦修五千载 是为宠火一世 天道茫茫 仙道苗苗 诸天万界在下 我被明天尊愿放弃成仙之计 以五千载修为 换我宠火一世 二零二世 二零二三年 我真的回来了 妈 你还活着 实在是太好了 露天 上一世就因为那个女人 你便把我折磨得不仁不轨 其实我当着我的面亲手杀了我母亲 逼死了我妹妹小离 我不是拜你所赐 世尊路过蓝星带走我后 我又怎会一心修炼成为人人情仰的北冥天尊呢 你放心 这一世 我一定 好好报答你 是小北 来看妈了吗 都怪妈没用 妈没帮你借到钱 是我 妈 我回来了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陈北明 你这个混账 又来找妈要钱了 你怎么不去死 小离 为了和你那帮狐朋狗友花钱酒地 又来找妈要钱 我 我没有 就为了要那几个臭钱 又在妈面前玩个万字杀这趟是吧 你是不是非要把妈活活逼死才满意 你还有没有点做男人的担当 我 妈为了你 去找那些亲戚们借钱 知道那些亲戚们 骂得有多难听吗 你们看 陈家那个败家子 又来问他们有钱了 小离 你少说两句 我偏要说 那帮亲戚说 咱家养了个吸血鬼 养了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的废物 所以妈才被妻兔血住进了医院 所以你才会被韩家退婚 小离 我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是你们陈家捡来的 我是管不着 辛苦的是你妈 不是我妈 小离 你哥没有这个意思 妈 小离 我发誓 我一定会改的 我一定要让你们以后过上幸福的日子 行了 咱家也不指望你了 这里是五千块钱 这钱你先拿着 以后别再来逼妈了 小离 你还在上学 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不打算读书了 这钱 是我打工赚的 你怎么能不读呢 你上的可是重点大学 你是陈家的希望 你前天不是说 我不是陈家的人 你也不承认我这个妹妹吗 陈家把我养大 就当 就当 是我的报答吧 最近很多债主都来催债了 足足一百万 妈妈她一个弱女子 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 我兼职的店里 有个顾客是大老板 她说想娶我 会给一百万彩礼 我答应了 你干什么 妹 你先别答应家人 给隔三天时间 我一定能拿到一百万 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 毕竟你北明哥 可是明洞三界的北明天尊 三天时间 你哪来的本事 挣到一百万 这钱我先拿走 三天之后 别说一百万 便是一千万我也能弄到手 嘴上说得好听 我还是把钱拿走了 小丽 是咱陈家 连累你了 妈 你别这么说 希望北明哥以后 真的能争点气 点心丛 凤鸣花 雷姬木 五千块只能配出最下品的助击眼 不过只要能打开灵枪 也够了 前世师父带我入仙宗 花了我足足三年时间才助击 今朝我以天尊敬绩 区区助击 弹指可入 你真怎么回事 这是我爷平时练功的地方 给你三秒钟时间 马上离开这里 你 西遥 不得无礼 既然这位小友先来的 我们换个地方便是 哼 老人家 你这功法再练下去 估计活不过三个月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爷爷 你的虎袍拳 这是打得越来越好了 隔着一米都能感受到您的气劲 震得我脸颊生疼 爷爷 爷爷这算不得什么 传说中的五道宗师 可以内进外放 非夜拆花 皆可伤人 不过 我华国武学界 已经很多年没出现 宗师级别的人物了 古道宗师 是这样 怎么可能 这个人居然是位少 少年宗师 江北冤家 云天藏 见过少年宗师 这位是我的孙女 云西瑶 我是宗师 尊姓大名 爷爷 你不要被他的照言法给骗了 这家伙怎么可能是少年宗师 云家 上一世曾发生过一件震惊江北的大事 有人发布暗花 以三千万的价格 悬赏其孙女云西瑶的人头 不久后 一旦美人云西瑶 从此相消欲离 难道是她 喂 问你话呢 我叫陈北明 我知道有人发布暗花 悬赏你孙女的人头 给我三千万 我能解救你孙女的命 你怎么知晓暗花之事 爷爷 这人就是个骗子 她一定是打听好了 故意在这儿等你上钩 至于少年宗师一说 我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修炼的功法先天有缺 按照我改良后的功法修炼 不仅能治好你体内的暗棋 还能让你的修为更进一步 这 爷你别听他胡扯 他就要来骗钱的 照他的狗屁功法修炼 或走火入魔也说不定 我北明天尊首书的功法 岂止三千万 是真是假 你一事便知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 欢迎光临 江选 你叫我来什么事 这是十万块钱 按照约定 退婚 你保证永远不来纠缠我 前世妈便是因为我被退婚 气得一病不气 我不同意 你反悔了 好 是不是想加钱 报个数吧 一百万够不够 再说一遍 我不同意 一百万你还嫌不够 陈北明 别撞着我们两家试试 交就得寸进尺 我寒假是有钱 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想娶我 你配吗 你的意思是 我堂堂北明天尊 配不上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费尽心思掏空家底 甚至让你妈贷款 不就是为了装富三代 融入我们这上流社会的圈子吗 那是以前 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当初是谁死皮赖脸 缠着我不放 妄想入赘 寒家实现你那个少爷梦 我告诉你 不可能 龙不羽蛇居 我如天上仙女 你只是个低贱的凡夫俗子 就算是真的仙女 给我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假少爷装久了 还真把自己当豪门了 今天我就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豪门大哨 不过 我希望你去了之后 能认识到自己和他们的差距 以后别像一个苍蝇一样来烦我 哈喽 听说你要花一百万 娶这里的一个 一个陪室当老婆 真的假的 玩玩而已啦 我怎么可能走个野鸡当婆娘的啦 一百万洒洒水啦 姜雪 你来了 这位是 不介绍一下吗 他叫陈北鸣 是我的未婚夫 就是那个死活 不愿意和你退婚 还勒索你的那个假夫三蛋 什么阿猫阿狗也想攀高枝 也不嫌撒泡尿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配不配 行 像他们这种底层人我见多了 一碰到有钱人 就恨不得扑上来倒贴 他之前一直很想融入上流社会 可惜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欠了一屁股债 既然来了 就是朋友 来兄弟 先整一块八二年的老费 这位是江北李家的李光杰 家里资产上益 都姓陈 他和陈少的差距 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兄弟 八二年的拉菲喝过没 这一瓶可是要十万块的了 这是江少爷 湘江人 家里是做酒店生意的 光是在江北就开了三家连锁店 七 八二年的拉菲我不曾喝过 不过九仙子的穷江玉叶 我倒是痛饮过不少 又在胡说什么 不打紧不打紧 陈兄弟 尝尝 哎呀 陈兄弟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么一砸 可就是好几千块呢 都顶你好几个月工资了 怎么办呢 要不 你给舔干净好了 看在你们是一群普通人的份上 我不想与你们借奖 不过 但若再敢冒犯于我 你们的下场就像 这样 我没听错吧 这帅仔刚刚才威胁我们 不计量力 你以为你是邪呀 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还敢跟我们玩恨呢 这 耍个杂技就想把我们唬住 来 跪下磕三个小头 我们大人有大量 放你走 我陈北明一生行事 何曾低头 你们想找死的话 尽管来 听不信只要我蒋天哥一句话 你小子就得被大谢八块 依你的层次 估计也不知道蒋天是谁 江北赫赫有名的龙头云家 你总该听说过吧 蒋天便是在云老手下做事 云家 江北冤家 云天葬 见过少年宗师 陈北明 麻雀岂能配凤凰 我这帮朋友们 不仅能让你颜面扫地 更能一句话定你的生死 看在江雪的面子下 今天放你一马 不过以后你再敢纠缠江雪的话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真是的 陈少看上的女人也敢动 找死吗 不是韩江雪让你们放我一马 是她救了你们几条狗命 这里哪个脑汉是你男朋友 他要是照不住你 今天老子要你好看 小黎 你怎么在这 这里挣得多 别碰他 发生什么事 这个人 不仅让我陪他喝酒 还想要让我 耿东小黎 你走死 哥 别冲动 这里不是你能惹事的地方 你是他男朋友 竟然敢打老子 谁不该啊 看清楚 老子才是他男朋友 老子的妞 也是你这种憋三能碰的 你就是成利他哥 一百万你就能把你妹卖掉 算了江少 别给天奇哥添麻烦 怕什么 蒋老板给天奇哥面 有蒋老板 有蒋老板照着怕什么 对吧 天奇哥 没什么好怕的 蒋老板背后站着的可是赢上 在江本 没有赢家搞不定的事 好 你们有手 有蒋天照着是吧 敢不敢和我去见一个人 我看到时候 你们还能不能这么硬去 去就去 我们会怕你这个小憋三 哥 我第一次到你的场子玩 竟然被一群毛的围长提的愣头群给打了 我要他们死 大佬有令 全杀了 一个不留 你们不要命了吗 你们知道这里是蒋老板的场子吗 信不信我天奇哥一句话 分分钟灭了你们这帮小憋三 瞎了你们的狗眼 一群死扑该 好 分分钟灭了我 说像的话 赶紧给本小姐赔礼道歉 可闭嘴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能系谁啊 他再牛逼还能牛逼过蒋老板不成 在我的场子里找我弟弟 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他就是江北黑白通知的大佬 蒋天 哥 完蛋了 我们得罪的竟然是大老板的弟弟 没事的 小林 有鸽子 你放心 陈少的面子蒋老板还是要给的 待会你低个头认个错 我想这位大人我也不会和你计较 蒋老板 上次您生日宴上 我爸还领着我给您经过酒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里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问我叫面子 就算你爸来了 也得跪在这里让我乖乖的抽大嘴巴子 蒋爷教训的是 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工 能不能别杀我 看在你爸的份上 打人的留下 其他人滚了 天启光 你会救我的对不对 你一定要帮我向蒋老板求求请啊 滚开 天启光 老瓦 是 是我有眼无助 求求你放过我 放过你 也不是不行 不过嘛 要你家拿出一个亿 应该让你的妞 陪我玩两天 多贼歹劳劳命 这个女人就是个祸害 两天拿够啊 直接送给您了 您想要多久就多久 将军龙 你还是个男人吗 快闭嘴吧 你还是想想 怎么让你给我活过今晚吧 沈少 求你帮陈美明求求请 今天毕竟是我带他来的 我怎么替他求请 他能拿出一个亿吗 况且他死了不是正好 你们的婚约 也马上就能解除 你应该巴不得这小子死的 住手 把人给我拿下 住手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法 你跟我讲王法是吧 你知不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跟我讲王法了 将军 你少说两句 蒋老板 这是我女朋友 他年纪小不懂事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他计较 滚开 小心老子连你一块收拾 在这里 我蒋天说的话就是王法 你叫蒋天 按照你们江湖上的规矩 你弟弟先调戏了我妹妹 你是不是更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舅舅 你这个未婚夫是不是脑子有病 还只是自己甚敢去找死 一个无权无师的废物 也敢问蒋天这种到上大老腰说法 陈吕明你干嘛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自己找死没问题 多想想你妹妹 倒是好久没有人敢问我要什么交代了 我倒想听听 你想让我给你什么交代 你弟弟哪只手碰到我妹妹 我就要他哪只手 我可以考虑饶你们兄弟二人的狗命 这无过分 哥 这小子这么嚣张 给我干死他 做了他 记住 小心别脏了我的地板 是是 大王 要一起上 正合我一 这 这个是 想不到还是个恋家子 这就是这小子的以上 但是 你武功再高能高过枪吗 小江啊 谁给你的胆子 敢对我云家的贵客出手 云老 云老 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 您让下面人召会一声就行了 何必亲自出马呢 啊 家 江北的龙头云老 他怎么来了 哼 陈先生 是连我 这位 这位爷爷口中的陈先生 不会是你吧 哼 哼 你可怜给云老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又怎么会是云家的座上宾 别做梦了 说的也是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云老口中的陈先生 应该是陈上 可 可能吧 清场 上家法 将陈先生 请罪 云老您好 我是陈家的 喂 陈少 你不是云家的座上宾吗 我哪个资格 云老苦中的陈先生 应该是指我的父亲 陈少可真是低调 刚刚就应该早点亮出来 吓死那个蒋天 好不容易白捡了一条命 还待在这干嘛 没听见人家说清场吗 小黎 你先去楼下等我 我和云家还有笔声音要谈 哥 你在说什么 滚 放心 如果你打算在云家面前 玩装阔哨的那套 我想你算盘是打错了 惹怒了云家 就算给你十条命 也不够赔的 没听到吧 无关人员都给我出去 陈先生 是云家御下不言 正蒋天这小子得罪了你 请陈先生代行家法 这云老 您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只不过是个毛头巧子 放肆 你竟然敢如此和陈先生说话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 可是一位少年宗师 什么 少 少年宗师 陈先生 请 还是算了吧 我怕我这一鞭子下去 把他抽得灰飞烟灭 蒋老板 是吧 不敢当 不敢当 您和云老一样叫我 想讲就好了 我可是记得 先前我说过 你弟弟哪只手碰的我妹妹 我就要他的哪只手 云老 我可只有这一个弟弟 陈先生 请吧 记住 我不是在和你们讲条件 再有下次 可就不是费你一只手这么简单了 杨虎 还不快谢谢陈先生 多 多谢陈先生 多谢陈先生 将阿虎带下去 是 陈先生 接下暗花的人 已经扬言 明日一早 便要登门杀我孙女 这卡里是答应给您的三千万 请陈先生一驾云甲 救我孙女一命 云老竟然跟他相贵 云老 起来吧 看来你的暗计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托陈先生功法的福 放心 有我在 你的孙女不会有任何危险 那一切 就拜托陈先生了 我妹妹还在楼下等我 明日一早 我会去陈家的 小黎 哥 你没事吧 我在想 你要是出事了 我回去怎么和妈交代 放心 你哥我可是堂堂北明天尊 区区一帮凡夫俗子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哥 你又在说胡话了 不过 我发现 你好像真有点不一样了 我都不确定你还是不是我哥了 傻丫头 胡思乱想什么呢 刚刚给你转了一笔钱 你拿去补贴一下家里 顺便给自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你能有什么钱 你那五千块钱还不是我给你 等等 这个是 个 十 买 千 万 一 一 千万 陈北明 你哪来这么多钱 云家出了点事情 哥借了一个保镖的货 你给云家千金云西瑶做保镖 你疯了吗 走 把钱还给云家 你 你都知道了 我刚刚下来听江雪姐说 有人要杀云家大小姐 你一个普通人你去干嘛 去送死吗 相信哥 我会出问题的 咱这不是缺钱吗 你放心 这回 我一定要让你和妈 不再受委屈了 哥 哥 答应我好不好 不要去 云老 你收的那位大高手 怎么还不来 云老既然请了我们师徒二人 就不该去请别人 难道云老不相信我师徒二人的实力吗 川儿 怎么和云老说话的 快给云老道歉 哼 年轻人有点火气正常 不过多个人多个把握嘛 云老 江北铭头叫得响的舞者 我师徒二人都认识 可从没听过这个陈北宁 现在诈骗手段这么发达 说不定这个人呢 已经拿着你的钱跑路了 参千望而已 我相信对一名宗师来说 算不了什么 宗师 无尽华国的宗师 要不就是在占卜甚至高位 要不就是各大门派迎居长老 不知云老是请了哪位老怪物出山 不是老怪物 是名少年宗师 少年宗师 纯是无稽之谈 首先 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宗师 其次 我也并非无者 不是宗师 难道此人 真如西遥所说 是个骗子 云老不相信我能救你孙女吗 我虽不是宗师 但是我自认这天下 还没有我陈北明不能杀之人 这 救你 不是宗师 还敢说天下无不可杀之人 你这语气 我并不是也太狂了吧 我狂 是因为我有实力 当真是狂妄了 你看起来比我年龄还小 李云加了三千万 你拿得住吗 放肆 张川 我请告你 陈先生可是有真本事的 爷爷 我早就说过 什么非夜摘花皆可伤人 就是他使的张眼法而已 我相信张哥和他师父 就能保护我 吹夜摘花 哈哈 还真是雅兴 要不你给大家再表演一下 让我们也乐呵乐呵如何 武术是杀人计 你想让我表演 你就得做好掉脑袋的准备 你 行了 都别吵了 我知道陈先生 打算如何保护我孙女 哼 没什么打算 首先把你这些手下都彻底 难道陈先生是想设个圈套 不过 对方作为顶尖高手 是不会轻易上当的 不 我是嫌他们太爱设了 至于他们两位 勉强可以留下 毕竟一会儿 还需要有人给对方收尸 小子 你找死 如我师徒二人 你敢不敢跟我生死一战 若是你师父出手 勉强能让我动一根手指 至于你 还不配 到底还是年轻人 只会耍嘴皮子 明朗 老夫若是出手 你这个小辈 怕是连我一掌都戒不住 哼 像他这样嘴巴这么臭 又没有实力的家伙 迟早会被人打死 还真是热闹 今日我灵报登林云家 云家组长 你孙女的头 是你搁下来交给我 还是我亲自来娶她吗 西遥 别怕 恶客上门 老九 就在此拜托三位了 云老 这个灵报 就交给我师徒二人吧 您可别指望某个 只知道打嘴炮的废物 张哥加油 是我出手 还是你自己动手自裁 张川是我门下首席大弟子 跟了我十来年 内境已经入门 想来收拾这个灵报 不成问题 云老 烦请放心 哪来的废物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吗 怎么可能 你怎么样 蠢货 你懂什么 方才若不是我大义 此人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不上门 这 无妨 刚刚只是我徒弟大义了 我出手 并能轻松将此人拿下 我确定还是不要找死的好 他方才才中上你徒弟 连一成功力都没用到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宗师 什么 你说这人是化尽宗师 怎么可能 想不到你倒有几分厌厉 连张哥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你还敢上前找死 你还是乖乖躲在五掌门身后比较好 此拳名为奔雷拳 若你能接得住我一拳 我可以找你不死 找死 奔雷拳 是 新工作 真是傻了吗 为什么待在那不动 什么 不会吧 这 这就 结束了 这个什么林报也太弱了吧 爷爷 你这三千万花得太不值了 就他这种货色 估计连我也打不过 这 不是他太弱了 是我太强了 武掌门 这 依我看 这林报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不然也不可能让人一指就戳倒了 若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敢只身前来暗杀云家前进 云老你应该知道 凡是习武之人 强者能轻易看穿弱者的境界 老夫一身实力 以真挚内境巅峰 连老夫都丝毫看不透这灵报的境界 要么 他是一个普通人 要么 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 不过云老 你觉得可能吗 要不说你仕途二人是废物 我先前便说过 此人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宗师 你说他是宗师就是宗师 你当宗师都是大白菜吗 小子 你要是实相的话 就把那三千万还给云老 这 这 平老 难道你要毁约吗 陈先生 你说笑了 无论这个人的实力如何 既然是你解决了此人 这三千万 理应可以 唉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川儿 我们走 哼 我云家也不去这点钱 这三千万 就当是肉包子打狗了 小黎 哥 今天是韩阿姨的生日 先前你得罪了江学姐 妈让你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 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 你俩的关系 嗯 嗯 哼 这人还真是没有礼貌 不打算招呼就走了 爷爷 以后离这种人远点 他就是单纯骗钱的 大不了以后不接触就是了 我云家不差钱 云老 云老 嗯 离告云老 这灵报的身份查到了 他来自海外鸿门 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宗师 死在他手上的舞者超过百人 什么 那他岂不是一纸杀宗师 唉 把法器拍卖会最后一个名额 给陈先生送去 可是 这珍宝货最后一个名额 已经被海东龙头 寒暗语定了 能抑制杀宗师的所在 海东龙头 给他提鞋都不配 天启哥 妈 这是我朋友 江北陈家的公子陈天奇 韩阿姨您好 哦 江雪 你和北明之间进展怎么样了 韩姨 北明 你来了 过来 坐妈身边 少爷是韩阿姨一直对我挺不错的 嗯 谁让你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韩阿姨 您大概还不知道 江雪已经和这个废物退婚了 什么 退婚 谁让你私自做主的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两家是世交 陈家以前对我们有恩 以前是以前 这家伙是什么德行 平日离就职的半裤装腹 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北明只是爱玩了点 我相信 只要你们结了婚 他一定会改的 妈 你非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陈北明 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你们陈家的恩情 我们还在这些年早还进了 如果你非要写恩图报让我嫁给你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在做梦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给韩阿姨贺寿的 韩阿姨 生日快乐 好 贺寿 第一次见有人贺寿是空手上门的 瞧这点 阿姨 我知道您是开化妆品公司的 这是我从国内医药师家 重金收购的古代养颜单 什么 古代的养颜单 阿姨 你不知道 陈上为了拿下这枚养颜单 可是花了足足五百万呢 阿姨 这你难道还看不出 陈上堆江雪的一片心意吗 这 医药师家的人说了 这枚丹药服下去 起码能让人变年轻几岁 他是不是还说了 药效因人而已 有的人服下可能没有效果 你怎么知道 别扫兴 妈 不如现在就扶下这颗丹药试试 啊 这颗丹药太珍贵了 吃下它 简直是暴殿天物 公司现在研发新产品 陷入了瓶颈 我想 更应该把这枚养颜单 交给公司的研发部 这颗丹药已经没有研究的价值了 你吃下去不仅半点效果没有 还可能会拉肚子 你是来催心捣乱的 陈美明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美明 你说的是真的 连一课品级都没有的养颜丹 在没有法器保存的情况下 药效早就流失了 你 过期几百年的东西 阿姨你说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伯母 别听他胡说 他一个穷小子 懂个屁的丹药 他呀 就是见不得陈少送您这么贵重的礼物 所以想划众取手抹黑陈少 陈美明 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挑拨我和陈少的关系 我想你的算法打错了 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 好歹我也是一名丹王 还不屑用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丹药扫 陈美明你不要忘了 蒋老板之前之所以放过你 完全是陈少父亲的面子 你不仅不知道感恩 他污蔑陈少送的礼物是假的 某些人还真是瞎头 自己舔着个脸跑到这里白吃白喝不说 还见不得别人好 韩阿姨 我建议您把这人赶出去 韩阿姨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助颜丹 助颜丹 这不是神话中的东西吗 传说只要服下一枚助颜丹 便能青春涌助 世上恐怕没有哪个女人 能抵住这种诱惑 这样的灵丹庙要世界上真的存在吗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助颜丹不过是一枚黄极夏品丹药 说的天花乱坠跟真的似的 难道你有吗 这种神物 是他一个成天半夫二代的下头男能拿出来的 韩阿姨 给我一支笔 给 助颜丹我没有 但是 我有丹方 这张丹方无价 真有那东西 这 未明 这真是助颜丹的丹方 千真万确 你随便扯一张破纸 写几个破字 就说这是助颜丹的丹方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韩阿姨 您不要被这家伙给骗了 这张丹方要是真的 他之前又何必装富二代呢 没错 一出手就是一张无价的丹方 以为自己是划滚手风吗 陈北敏 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 韩家 不欢迎你这样满嘴跑火车的骗子 等等 妈 你不会相信这张丹方是真的吧 黄龙尾 九里春 剑锦舌 这几位药材在古代才会这么讲 只有在医术上 具有极高造诣的人 才会知道这些是什么 北敏 我问你 这张丹方 你是哪来的 呃 这让我怎么解释呢 这丹方是我从古玩市场逃来的 不用想了 这丹方肯定是假的 你 爸 韩叔 今天你过生日 我特地从静西赶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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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 这人就是韩家雪的爸爸 听说失踪了好几年 没想到现在竟然回来了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我 我回来了 老韩 你说北明的丹方是假的 嗯 又是一个无成 不过这个老头实力 比那个灵抱差的不止是一心半点 你们是普通人 还接触不到那个圈子 朱元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 就算是有 其所需要的药材 应该也早就灭绝了 什么 陈北明 你应该知道你与江雪的婚事 是我亲自定下的 嗯 不过现在看来 我当初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是吗 为了挤身上流社会的圈子 不惜花光家里的积蓄 假装富二代 现在又拿一张假丹方 想骗去江雪母亲的欢心 小子 你可真够差劲的 老韩 北明他只是 别说话 女儿的婚事我自有安排 韩叔叔 以前我确实做得有些过分 不过我已经 放在以前 如果你能知错就改 韩家或许还能接纳你 不过现在不同了 萧雪的爸爸怎么看上去那么艳术 他是奥 奥爷 奥爷 什么奥爷 海东龙头寒奥 一同整个海东的大佬 为什么 因为我是海东寒奥 你这辈子都配不上我的女儿 啊 妈 妈这是同意我和陈北明退婚了是吗 哼 可惜了这孩子 啊 北明 你韩叔叔他只是关心女儿 韩爷 行了 陈北明 你不是一直想要做个富二代啊 我韩奥不是个小气的人 退了婚 我会给你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你那点钱我还看不上 毕竟我送给韩阿姨的那一张单方 已经是无价之宝 你 寿里我已经送到了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 我就告辞了 北明 这孩子还是那么要强 算这小子还有点自知之母 江雪 你这帮朋友里也就这个陈天奇 勉强看得过去 谢谢韩叔叔换奖 韩叔叔 那我跟江雪 你还差得远 江雪 以后离你那帮狐朋狗友们远一点 记住 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一样 你可是我海东韩奥的女儿 老韩 北明这个孩子也不容易 他爸死得早 看在他陈家对我们有恩的份上 再给北明一次机会吧 妈 何人阻拦 我们老板找你 老板 小子 又见面了 有事 若不是你韩阿姨为你求情 我也不会特地赶来给你这个机会 机会 布老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决定收你为徒 跪下吧 年轻人 年轻人还愣着干嘛 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 挤破脑袋想揍我的徒弟 哼 让我拜他为师 给他下跪 以他的命 受得起吗 下载 蠢货 我看得出来你是那种 极度要强内心高傲的家伙 这样的性格无论走到哪儿 都会举步维艰 你说我怎么可能放心把女儿嫁给你这样的人 韩先生 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先前我不想与你女儿退婚 是为了不让我妈伤心 这小子还挺孝顺 不过你说的没错 我这个人确实高傲至极 因为我有看不上一切的本钱 我实在想不出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让你自负到能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实力 世间万物在我面前 皆能一力破之 实力 我看是无知还差不多 陈北铭 这个世界之大远超出你的想象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被称为古武者 古老便是古武者的传人 古道实力惊天动地 并是一百个你绑在一起 也不是古老的对手 看好了 年轻人 看在傲爷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计较你先前的冒犯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年内 如果你能在古老的教导下 成为一名内进武者 我或许会重新考虑一下 你和江雪之间的婚事 他算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教我吗 什么 老爷 这个年轻人竟如此不识抬举 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 找死的话 尽管放马过 古老 下手轻点 毕竟他也是我的后辈 老爷放心 我有分寸 顶多让他在床上 躺个十天半个月罢了 小子 这是你自找的 挑衅天尊之威 就算我拆了你这把老骨头 你也是罪有应得 太狂妄了 陈先生 江北云家的千金怎么来了 难道是来找奥爷你的 人说最近有一名宗师 死在了云家 也不知是真是假 宗师 陈先生 终于找到您了 现前多有冒犯 为了表示云家的歉意 请您收下这张法级拍卖会邀请函 今晚若是陈先生有看证的拍片 云家会您拍下 哦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场拍卖会 被相将的一位风水大师拍走了一件拍品 很可能是一位古代修饰的法器 陈先生 难道 您还不愿意原谅我 云家的歉意 我收下了 云小姐你好 我是古武士家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我立刻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先告辞了 呃 这 前居后宫 有意思 原来你早已攀附上了江北云家的千金 怪不得这么嚣张 但是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依托他人 终究是无根之瓶 迟早会又被抛弃的那一天 小子 奥爷已经很久没有动过提拔的念头了 你知道你今天失去了什么吗 奥爷不仅是海东的龙头大佬 他更是古武士家的代言人 我年轻时要是有这份机遇 如今说不定能一窥宗师之惊 算了 云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宗师在我眼里 不过是楼翼吧 迟早整个世界都会被我踩在脚下 疯子 真是疯子 我刚才居然想和一个疯子动手 走了 免得被传染 骗却安之洪湖之至 人不少吗 陈碧明 你怎么在这 怎么 你一条狗都能来 我却不能来 你这种废物 能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端拍卖会 所有参会者不仅身家要超过五千万 还要拿到云家发出的邀请函 陈碧明 你这人怎么回事 你我之间云泥之别 你怎么还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不放 你自作多情了 我来这儿是为了参加拍卖会的 少在那狡辩了 参加拍卖会 你有邀请函吗 不好意思 邀请函忘带了 是忘带 还是没有 不过是云家人亲自邀请我来 他们估计也没那个胆子为难我 看你能装多久 你干什么 大家快来看啊 这里有个没有邀请函 混迹会上的贾富二代 还对我闺蜜图谋不轨 江北云家 怎么会让这种人混进来 你找死 难道你要打女人吗 别扔我 不了 怎么 我闺蜜难道说的不对吗 陈碧明 我不知道你之前是从什么地方得知我爸的身份 所以舔着脸对我死沉烂大 你爸是谁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爸是海东龙头韩傲 我现在是海东龙头之女 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一道你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我若能与寒江却结合 便是海东龙头的女婿 凭此足以在家族更进一步 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海东龙头韩傲的女儿啊 生得如此冒昧如花 当真是天之娇女啊 怪不得这个小子如此死缠烂打 谁要是娶了韩大佬的女儿 不就等于拥有了海东的半壁江山吗 就是就是 那小子穿得一身地毯货 连我家员工都不如 这种圈子外的人也敢来我们上流酒会泡美女 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吧 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听到了他们对你的评价 如果你不想自取其辱 现在滚出去还来得及 走 她往哪里走 江雪 你就是先前对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 才会让她蹬鼻子上边 对你纠缠不休 作为你的闺蜜 我可不会惯着她 来人 这位小姐有何吩咐 李主管 自然假扮富二代混入会场 有这等事 还对海东龙头寒傲之女图谋不轨 海东龙头之女 所以我建议 将这个心术不正的家伙拿下 严刑拷打 严刑拷打 这 我是你们家小姐亲自请来的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她是不是云家小姐邀请进来的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此人之前一直假扮富二代 混迹于江北各种上流酒贵 目的便是为了攀附权贵 真不要脸 是啊 这种人 还有这回事 诸位都是江北有头有脸的人 和一个下等人搅合在一起 传出去像什么话吗 李主管 这件事传出去 想必云家的面子也不好看吧 行了 陈北明 想必你已经见识到了 你和我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你再这样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越发像一个惹人取笑的小丑 滚吧 可笑 韩小姐心地还真是善良 撞换成是云家的千金 此人怕是早被打得半身不随 被扔出去了 少再这瞧云小姐的舌根 让云小姐听到 你吃不了兜着走 江雪不和你计较 算你走运 赶紧滚吧 这位先生 怎么 该滚的人是你们才对 大小姐 在我的地盘赶我的人走 我看你们是活腻弯了吧 你是谁 凭什么帮这个废物说话 你敢打我 陈先生 很抱歉 我来迟了 让这帮不长眼的苍蝇惊扰到你了 不管你是谁 敢打我就要付出代价 你知不知道我身边站着的这位 可是海东龙头的千金 而我是他的闺蜜 闺蜜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就是海东龙头千金本人呢 李主管 告诉他们 我是谁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什么 这 我这么做 陈先生不会生我气吧 怎么可能 陈北明这个废物 怎么会认识云家千金 李主管 把方才得罪陈西上的人 都给我赶出去 是 明大小姐 你是不是被陈北明这个废物给骗了 你 再敢对陈先生不敬 你的家族 必将迎来灭顶之灾 可恨了 明大小姐你好 我叫韩江雪 是海东龙头之女 这些人是我的朋友 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前几天 便传出海东龙头寒傲 在江北有个私生女 原来是你了 不过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问我要面子 这话你父亲来说还差不多 你 你什么你 这才成为凤凰没几天 就忘了自己藏食之野鸡了 带着你这帮奴才滚 陈北明 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 江北云家的千金 难怪如此有恃无恐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 得到了云大小姐的亲人 不过谎言迟早都会有被触碰的那一天 我们走 陈先生 解气了吗 这件事 您千万不要介意 一群跳梁小丑罢 本就不在意 又何谈介意一说 健保大会就要开始了 陈先生 我们进去吧 陈先生 请 想不到陈北明这个废物 竟然扣上了江北云家的大小姐 我相信 我相信云大小姐迟早会识破陈北明的真面目 到时候 陈北明这个人渣一定会被扫地出门 什么云家千金 我看就是一个女魔头 江雪 你那今时今日的地位 迟早能超过那个女魔头 到时候 你可要替我还这一巴掌之耻 我爸只是新进的海东龙头 而云家 已经是稳坐江北龙头几十年的庞然大物 就算是我爸 也不敢轻易招惹云家 江雪 爸 你来了 韩叔 江雪 怎么站在外面不进去啊 还不都怪陈北明那个家伙 哦 他不知怎么帮上了云家大小姐 让人帮我们给赶出去了 有这种事 没错 一定是江雪退婚于他 所以他怀恨在心 故意报复 真是小人得知 哼 陈北明这小子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内心孤枉 若不是你们招惹他 他又怎会将你赶出去 不过敢将我寒傲的女儿扫地出门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跟我来 爸 自从奥爷成为海东龙头之后 已经很少见到奥爷这么发怒了 那小子要倒霉了 这次拍卖会可真热闹 江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欢迎各位来参加本次健保大会 我们的第一件藏品 是一颗来自南非土著部落的森林之星宝石 据说长期佩戴此宝石 可以让人延年益胜 师父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我拍下来送给您 啊 窗儿又新了 我出嫁 一千万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第二次 一千万第三次 蠢货 成交 陈先生 这次法级拍卖会 虽是我云家举办 可是拍品大多出自各个龙头世家 各家族背后 都有着古武世家的影子 所以拍品 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奇特的作用 不过都是一些普通的宝卧罢了 看来这次的拍卖会 要让我失望了 下面这件拍品 是一枚明清时期风水师的罗盘 为了得到这块罗盘 道斗志人损失惨重 这块罗盘还有点异算 拍下它 海灯龙头出嫁三千万 哇 大手笔啊 嗯 爸 为何他们没有和你抢 和我抢 他们敢吗 陈先生 可有入眼的宝物 人家承诺过 凡是你看中的宝物 无论价值几何 全家都会替你拍下 没兴趣 云大小姐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不要被这家伙骗了 他不过是想要你的钱而已 说不定还贪图你的身子 哼 我乐意 你管我 不必这么变 这些所谓的宝物 都是些徒有其表的东西 根本不是他们说的什么法器 故弄玄虚吧 嗯 你似乎看不上各位大脑的收藏啊 上面的牌品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法器 你懂什么是法器吗 你说我堂堂北明天尊 不懂法器 你说什么胡话 真正的法器是飞剑 法宝 这种传说之物 可以呼风唤雨 驾驭雷霆 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威能 而不是你们刚刚拍下的垃圾 这 陈先生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上国有些人可以飞天遁地 海山倒海 法器之威 又算得了什么 你说的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罢了 哼 等小说看看也就行了 真要当真 莫非你是脑子进水了 爸 你不知道 这陈北明脑子本来就有问题 哼 要不然也不会为了摆破装富二代 把他妈养老钱都掏空了 这废物小子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往 云娜小姐 你这次可真看走眼了 走不走眼 还录不到你们来评价 在我眼里 陈先生 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想不到在外面号称女魔头的云家千青 竟然是个恋爱呢 也不知道陈北明这个家伙 给他灌了什么迷魂堂 哼 说是你们知道陈先生一直杀宗师 恐怕一个个会惊得下巴都掉下来 诸位 在等待压轴的神秘拍品上来之前 还有一个小环节 一件由形意拳五掌门提供的 不知名的古董花瓶 起拍价格 一块钱 这是我从乡下收上来的小玩意儿 觉得有些特殊 便拿上来让大家瞧瞧 前当时给大家注注信了 什么 想不到上一世被人解露的法器 竟然出自这个家伙之手 这怎么看 也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花瓶罢了 有什么资格放在这样的场合拍卖 五掌门 你该不会是拿这东西法器大家的吧 不是说会有法器拍卖的吗 赶紧拿出来给大家长长眼 这个花瓶我要了 什么 一百万 一个破花瓶还真有人拍呀 陈先生 您确定要这个花瓶吗 只要是您看上的拍片 不管多少钱 云家也会帮你买下 可把这机会用在一个破瓶子上 未免太浪费了吧 何不把这次机会 用在压着的拍瓶上 无妨 这个瓶子我喜欢罢了 先前还说 台上的珍贵拍瓶都是垃圾 现在要把钱花在一个破瓶子上 陈北冰 你不会以为这个破瓶子 是什么狗屁法器吗 你给我闭嘴 我巴不得他把这破瓶子拍下来 五百万 我含傲要了 你确定要和我争 有钱难买我喜欢 这瓶子我看上了不行吗 况且我海东龙头和你争 是给你面子 爸 要不算了吧 五百万拍个瓶子 不值得 这小子先前让云霞把你赶出去 爸帮你出这口气 六百万 一千万 多谢韩龙头台 一千两百万 你在家的话 这瓶子我就不要 爸 为了出口气 不值得 既然女儿发话了 那爸爸听你的 一千二百万 第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 拍下这件不知名花瓶 韩龙头好手段 短短几句话 就让这个傻小子 多套了一千万 反正这钱是云家套 他当然不心疼 云娜小姐 我早就说了 这人不靠谱 拿着你云家的钱 买了个破花瓶 花多少钱无所谓 陈先生喜欢就好 这花瓶归我 爸爸 请 哪里来的傻小子 连韩龙头给他下套 都看不出来吗 陈北明 感谢你给我师傅送钱 回头我一定 白酒请你吃一桌好的 哈哈哈哈 叶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连真正的法器 都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师傅 从乡下几百块收的破瓶子 他要是法器 我当场把它吃了 这花瓶当然不是法器 花瓶里的东西才是 真有东西 我说你们都是一群 有眼无珠的家伙 有错吗 骨掌门 感谢割爱质宝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写的没错的话 这好像是天师教 第一任天师的法器 天师印 什么 有点眼力 年轻人 我出价一个亿 买走你手上的天师印 一个亿 什么样的宝物竟然只一个亿 不好意思 不慢 我居然与这样的质宝 失之交臂 我竟然把价值一个亿的质宝 一千万卖了出去 若真是天师教第一任天师的法器 又何之一亿呀 不愧是陈先生 果然好严厉 先前 是西洋小看您了 一个黄街下品的法器 也勉强算入流了吧 什么狗屁天师的法器 与我们樱花国的法器相比 你们华国的天师印 不过是一个垃圾而已 你是什么人 敢如此大言不惭 我是来自大樱花国的工本武藏 樱花国 似乎来头不小 陈先生 此人一星期之前 找到我爷爷 说是有一宝物 要委托我云家拍卖 所以才要了这场拍卖会 不过现在看来 此人来者不善 无妨 管他什么来头 我当一箭破枝 天师教早就灭绝了 没有了对应的法门 这枚天师印在你当手中 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垃圾了 小伙子 你这枚天师印 十万块 我要 我敢给 不过 你有真命拿吗 听你这么说 你有更好的东西了 这位先生 就是我们压轴拍品的提供者 来自樱花国的大阴阳师 工本先生 阴阳师 想不到当今樱花国还有大阴阳师存在 沐爷爷 什么是大阴阳师 阴阳师一脉相当于我们华国的天师教 不过我华国的天师教早已经绝脉了 今天就让你们这帮警警之蛙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器 这是什么 明确 会发光的 这竟然是自带异象的法器 绝品法器 这一定是绝品法器 此宝名为波折假面 华金高手 一旦动用这件法器 宗师也可敌 哇 不得劲 这人身上坚然有无微末的法力存在 看来地球上确实有过修仙传承 哼 不过这人的传承 似乎一点都不正宗 的确是好宝贝 师父 若是你得到这件法器 那岂不是放眼华国 都没几个人是你的对手 通知宗门 变卖宗门资产 一定要拿下 是 想不到江北云家举办的拍卖会上 竟然有西式珍宝出现 真是不许此行啊 顾劳 立即调集资金 无论如何必须将此宝拿下 是 陈伟明 这可不是你能捡漏的了 且看 一出好戏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全部 全部的流动资金 听懂没 班龙头 这件法器 我志在必得 你就不要和我抢啊 大家各凭本事 我到最后 录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诸位 既然已经见识到我这法系的能耐了 这不是该出价了 宝物 有能者居之 诸位龙头都是普通人 还是不要和吴某抢了 我出五个亿 师父 你疯了 五个亿 可是我们吴管的全部资产了 你懂什么 你知道华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极瓶法器了吗 若是让坐镇惊臣的那几宗师或者是那些古武士家知道 为了抢这件法器 整个江北都会被打到天翻地覆 啊 哼哼 武掌门 五个亿也想拿下这件绝品法器 你也分远太异想天开了吧 你想和我争 我出八个亿 在座的各位谁也别想和我争 言之过早了 一帮蠢货 古老 我们能调动的资金有多少 现在我们能调动的资金有十个亿 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 全部砸下去 这个 好 海东龙头寒傲 出将 十个亿 疯了疯了 全都疯了 我要马上通知爷爷 不用通知你爷爷了 这个般若假命是假的 连法器都算不上 而且是个协议之物 根本上不了台面 居然说我的极品法器上不了台面 年轻人 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出来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那樱花国金阳师的厉害 陈北明 你既然自己找死了 那也就别怪我见死不救了 陈北明 你凭什么空口白牙说人家的宝物是假的 年轻人 我们或多或少都和古武世家打出交道 什么是神正的宝物 我们还是认得出的 哼 年轻人 别以为自己刚刚捡了个漏 真把自己当大师 在座的都是龙头老大 会演作到为了一个假法器 争得头破血流吗 你说的没错 你们一个个 确实有眼无珠 陈先生 陈北明 不要以为有云家照着你 就可以如此嚣张跋扈 得罪我等的代价 你承受得起吗 陈先生 你要是同时得罪这么多龙头 即便是我云家 也难以招架得住 一群凡夫俗子 得罪了又怎么样 好大的口气 既然你说我这法器是假的 那你便上来露一手 指出我这法器有何问题 若是你指不出来 你手中的天使印 就归我了 你可敢赌 你确定 要让我鉴定这法器的真假 你这毛头小子 怕连什么是法器都不知道吧 我就不信 这小子能看出我这法器的真假 看好了 看好了 待会儿就要你跪下 便 骨子亮你的家伙 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鸡 雕虫小技 也敢搬门弄水 复 什么 数字而敢 你竟然敢毁我法器 不是你让我看一眼 谁知道你这法器看一眼就碎了 可能是质量太差了 怎么可能 被各大龙头轰抢的绝世法器 真的看一眼就碎了 公本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法器还能用吗 能用个锤子 都碎成那样了 你觉得还能用吗 老爷 难道那将法器 真像陈美明说的那样有问题 我们错怪他了 这不明白什么 这位公本先生 明显是给你们这帮龙头大佬下了套 百民想坑你们一笔 岂有此理 竟然敢戏刷我当 公本先生 这里可是华国 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小子 你敢拆老夫的台 怎么 你还敢和我动手吗 陈北明 你这样做真的不怕被人打死吗 我怎么觉得陈先生 倒像在逼台上那人出手一样 小子 你竟然敢坏我的好事 当真是找死 你不是说 那个不算法器 那看看这个呢 就怕代价 你承受不起 今日之后 在座的各位龙头老大 都将是我的傀儡 志田 参见 这 这是什么玩意儿 待会儿 我会让我的世神 将你们挨个控制 原来这才是他让爷爷举办拍卖会的目的 人本以为 尹豪国的世神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没想到今天真的看见了 爸 这是什么怪物 好吓人 这是那位櫻花国的大阴阳师召唤出来的世神 每一个世神都有入道级的实力 什么是入道级 比宗师还强吗 入道级不是宗师 圣死宗师 天师教的每一任天师都是入道级强者 上个世级 一定是占颜研法 赤妹王良 也敢在我吴家行义拳面前放肆 啥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庞壁挡车 骨子亮丽 功劳 你带着姜雪快跑 好 爸 跑 我看你们防哪跑 小姐到我身后 来吧 救我 公本大师 放开我女儿 你要什么尽管提 我要什么 我要你们全部 我要把你们所有人都炼成傀儡 从今天之后 你们所有人背后的势力 都要为我所掌控 想得到挺美 傀儡兽 副 都无聊了 什么 该死 难道我堂堂一世之龙头 之后要成为他人掌中的傀儡吗 等等 为什么陈北明那小子没事 这小子毁我法器 坏我好事 又无权无事 自然是当场杀掉最好 小子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让我的弑神 把你撕成碎片 不过是学了一道垃圾的召唤术 所以召唤出来的垃圾罢了 嗯 也想撕碎我 竟然敢说我大樱花国的弑神是垃圾 小子 今天我定然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弑神 杀 神仙让我躲开 他会杀了你的 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召唤术 引来 这 这是神仙吗 四方天雷 请我吃力 引雷射 天呐 好猛 天 群尸道的雷法 这怎么可能 难道陈北宁是当代天师 天师在我眼里 又算得了什么 这 也无可能 天师道的传承 早就灭绝了 陈先生 那东西它起来了 难道连天师道的雷法都拿这弑神没有办法吗 这弑神也太强大了吧 本来以为能逃过一劫 现在看来应该是无力回天了 难道我华国的道法真的不如这英华国吗 什么狗屁天师道的雷法 我照样拿我大英华国的士神没有办法 要我说 你们华国无论是武功还是法术 都是垃圾 你们华国人 也是一群垃圾 陈先生 给我弄手杀了他 哼 你笑什么 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 不过是从我们老祖宗那里偷学来的一点旁门左道罢了 你还分不清谁是爷爷谁是孙子了 给我跪下 哼哼 你这人难道还认不清局势吗 你的天蕾不过是给我的士神挠痒痒罢了 我看 该跪下的人是你才对 我说的不是你 而是 他 什么 主 主人 混蛋 你做了什么 我大英华国最伟大的士神怎么会成你一下跪 主人 请吩咐 因为他现在就是我的狗 当然应该听我这个主人的话 这怎么可能 陈先生 我可以摸摸他吗 你随便摸 狗狗真乖 你 你们 竟敢侮辱尊贵的士神 说我大英华国的士神是狗 现在你的士神已经被我破了 全身法力尽失 在座随便一位舞者都能轻易杀你 你现在还敢嚣张吗 可恶 你竟敢破坏大英华国伟大天王陛下 吞并华国的计划 我们天王陛下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弹丸之地 也敢做出吞龙之举 真是不自量力 有朝一日 我必将踏上你之国土 荡平樱花国的一切 好气魄 好气真是比天大 难道你要一人敌一国吗 待我金丹大盗铸成之日 又有何不可 陈先生好霸气 陈先生 主人接下来我要怎么处理 你 你想做什么 乖乖引紧救路吧 去 遵命 主人 四 陈天师威武 多谢陈先生 择杀烟花国阴阳师 养我花国荣威 不过是杀了一个 会典旁门左道的阴阳师罢了 不足挂齿 而且我不是天师 不是天师 什么 我知道了 是他手中的天师印 刚刚一定是天师教祖师 看不惯这小日子 过得不错的樱花国阴阳师 在我花国地盘放肆 所以才显灵诛杀这恶人 我师父说的没错 一定是这样 除非他从娘胎里开始修炼 不然他怎么可能破得了这位大阴阳师的世神 有道理 江雪 你对陈北明最了解 你认为呢 哼 我敢肯定 陈北明根本不会什么武功 更别说召唤出这种类似仙人手段的天雷了 我对他知根知底 他从小就是一名混混 后来为了混入一帮富二代的圈子 不惜装括半腹 还因此偷空了他的家 他又是一名爵士高手 他妹妹还用得着辍学为他打工还债吗 陈北明 你不需要解释一下吗 解释 我堂堂北明先尊 还要向你们一帮凡夫俗子解释吗 林小姐 既然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我就告辞了 陈先生留步 虽然你刚刚救了我们 我们很感激你 不过 这天师印的威力 大家也见识到了 如此重宝 放在你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万一丢了怎么办 你们大家说 是不是啊 王龙头所言极是 宝物有能者居之 陈北明 识相的话 乖乖把天师印交出来吧 陈北明 把天师印交出来 你把握不住的 你们 也是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 这个天师印这么厉害 放在你手中只会让宝物蒙尘 韩叔叔 你认为呢 作为你的长辈 我当然不会寄予你一个后背的宝物 不过这天师印是一个烫手山鱼 我劝你还是交出去 以免白白丢了性命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恭喜韩叔叔捡了一条命 不知死活 你这年轻人真是不知好歹 韩龙头这是在救你的性命 听你的意思 你不仅不想交出宝物 还想对我等一众龙头大佬 打开沙气 可笑至极 不错 天师印就在我手中 不要命的话 请管来拿 一群万恩负义的小人 陈先生刚刚救过你们的命 你们就这样报答陈先生吗 我们已经给过他机会 是他自己不知道珍惜 打不过银花国的银洋师 我还打不过你一个小憋三吗 谁敢动陈先生 就是与我云甲为题 云老 他来了 顾掌门 刚刚发生的事 我孙女都和我说了 陈先生 我江北云甲保了 谁敢动陈先生 便是与我江北云甲为敌 云老你 我江北云甲 本居江北上百年 如未确定 要在江北和我云甲开战吗 说得好听 不过是像独吞至宝而已 一千二百万就拿下一件质宝 云甲真是好算计 保护是陈先生 和我云甲还有半点关系 陈北敏 你不过是云甲的一颗棋子而已 为了云甲 得罪一众大佬值得吗 准货 你好自为之吧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韩阿姨会伤心的